黃國昌你現在說彩都叫做什麼 焦灼式的空轉 這個理論只能去騙一般 國溫造詣很差的人 焦灼就轉不動 能夠轉得動就不會焦灼 焦灼還能轉動 所以他今天改了 他說焦灼式的搖擺 焦灼式搖擺叫什麼 叫搖頭娃娃你知道嗎 那個底端黏在桌子上 然後你去打他的頭 他頭就這樣搖 車上很多人都以為 對 就這樣搖 這要搖頭娃娃 你在講什麼 你要講一點法律的話好不好 黃珊珊雖然講的話 讓大家聽不懂 至少他還跟法條接近了一點 蔡碧如雖然不是很懂法律 至少他找了法師來 幫柯文哲做法 人家都在想盡了辦法救柯文哲 結果黃國昌 你繼續在講話 你在打鍾小平 那我們讓那個原資委員 有一點表達空間好不好 你要黃國昌在罵你們鍾小平 你還要跟他繼續合作嗎 反正不是罵我們嗎 鍾小平國昌 你有沒有出席啊 你沒有覺得你們是真心患絕情嗎 你們招委該讓的也讓啦 那可是像黃國昌現在在湊你們啊 他沒有湊我們 其實以我來講 他就是在罵鍾小平 那我覺得 可是他有僭越了 他管到你們國民黨內部的 我覺得這個不會管 因為有時候我也會呼籲一下 賴清德主席管管你們民黨立委 我覺得我們也會這樣 只是說賴清德主席不會理我 你的所有行為 你就是把圈圈越做越小 希望什麼 救柯文哲嗎 不是耶 黃國昌的很多看法都說 那個主席 他裡面其中那個片頭一開始講 問擔心主席 擔心什麼事情 他如果被交保 他不要交保 他寧願在裡面 等一下 主席真的跟你有講這種話嗎 真的有傳這個聖旨嗎 現在民眾黨 大家紛紛在傳主席的聖旨 蔡壁如也說 主席跟他講 我問主席 會不會進華城你有沒有跟他說 怎麼可能你瞧不起我 好 蔡壁如傳了一個版本 黃國昌也傳了一個版本 主席交保他不會出來 我很擔心 主席跟我說 這個他怎麼樣 這個他怎麼樣 等一下 你們這個是像那個基督徒 在寫福音書四本內容 都還不一樣 有一點出路嗎 重點就是在於說 柯文哲現在有口難言 大家只能看他每天在那邊 粗粗粒粒 笑一笑 當然是越來越健康 大家今天都在講 他頭髮越來越黑了 不錯 睡得好 不再有煩惱 可能也看開了 覺得大概是沒救了 心一放鬆 人都健康 我們祝福他 但黃國昌 他現在都巴不得柯文哲 不要出來 這一些小草就可以談到底 就是民眾黨裡面 當然各自有各自的擅長不一樣 像黃珊珊 他就針對法條的部分 有了自己的說法 雖然說 美台國防工業會議 暫時不見人 不過馬上就看到 他有表現了 蔡壁如也有 蔡壁如也有上一些直播 專訪等等 也有很多的事情 但每個人角度不一樣 但是我們來看的是黃國昌 黃國昌昨天講什麼 他說這一些金流就是查不到 所以現在檢調辦案 呈現一個叫做 焦灼式空轉對不對 焦灼式空轉 黏著著著 不會胖著 然後他晚上又在直播的時候 他是特別去 比特王的直播 比特王是不是以前是韓粉 他去了這個比特王的直播 然後有看到網友就在正黑版 特別點出來 他在裡面講什麼呢 黃國昌說他從來沒有看過 鍾小平 像鍾小平這麼無恥 這麼low的人 講話不負責任 我們的國昌老師建議國民黨 好好地看一看 鍾小平 他到底是在唱什麼 身為藍白的支持者 希望國民黨可以好好地 處理鍾小平 有點可惜 我們今天怎麼是業員之籃 如果是鍾小平 就可以好好地表達 那你怎麼看黃國昌這個喊話 這鍾小平真是真心患絕情 鍾小平在很多場合都講 藍白不能合 但是可以立法院 可以研究一下 藍黃合 他所謂藍黃 黃就是指黃國昌 黃國昌 鍾小平一直在稱讚你 對啊 他在說 柯文哲沒什麼好合作 柯文哲這個人 翻臉跟翻書一樣 黃國昌在立法院 還有喬的空間 黃國昌你有沒有良心 鍾小平在任何場合裡 我沒有聽他講過黃國昌的不是 任何場合沒有 可是為什麼你要在 比特王的這個頻道裡面 就直接說 國民黨好好管管黃國昌 我記得黃國昌在加入民眾黨 曾經有講過 雖然沒有發誓 可是他也是正式說 我加入民眾黨 絕對不干涉民眾黨的黨務 對 可是黃國昌 你怎麼在干涉 國民黨的黨務 鍾小平是國民黨的 而且鍾小平是現任主席朱立倫 在那個同舟計畫裡面 破例開門讓他回黨的人 你在打朱立倫臉嗎 朱立倫當時是為了要 擴大整個地方選舉的那種力量 讓鍾小平回來的 你現在在矛起來在罵鍾小平 讓鍾小平回來叫朱立倫 他現在在忠心戶主啊 就是說我們柯主席還關在裡面 誰害的 鍾小平害的啊 鍾小平不是害柯文哲關在裡面 是柯文哲自己把自己放在裡面 你有看到被羈押的人 越羈押頭髮越黑 我現在在懷疑柯文哲在沒有進羈押 這個看守所的時候 是不是在挑染 是不是在染白髮 你怎麼會有一個人 進了看守所以後 越壓頭髮越黑 我們會長白髮 要把它染黑 柯文哲是被羈押一段時間 黑髮長出來了 如果今天鍾小平接觸了什麼 這個魚果市場的問題啊 金華城 北四科 這麼多問題慢慢浮現檯面之後 如果你民眾黨 你有本事把鍾小平議員 所提出來的每一個檢舉 都把它四兩波監禁 全部拨掉 沒數 合法 無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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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鍾小平是你們的恩人 他讓你民眾黨重生 可是你黃國昌現在不是 黃國昌你現在採對叫做什麼 焦灼式的空轉 這個理論只能去騙一般 國溫造詣很差的人 焦灼就轉不動 能夠轉得動就不會焦灼 焦灼還能轉動 所以他今天改了 他說焦灼式的搖擺 焦灼式搖擺叫什麼 叫搖頭娃娃你知道嗎 那個底端黏在桌子上 然後你去打他的頭 他頭就這樣搖 車上很多人都 對 就這樣搖 這要搖頭娃娃 你在講什麼 你要講一點法律的話好不好 黃珊珊雖然講的話 讓大家聽不懂 至少他還跟法條接近了一點 蔡壁如雖然不是很懂法律 至少他找了法師來幫柯文哲做法 人家都在想盡了辦法救柯文哲 最後黃國昌 你繼續在講話 你在打鍾小平 那我們讓原資委員 有一點表達空間好不好 你看黃國昌在罵你們中小平的 你還要跟他繼續合作嗎 反正不是罵我們 中小平國昌 你有沒有出席啊 沒有啦 我覺得是這樣 因為民眾黨現在整黨上下 都很討厭中小平 也不是只有黃國昌 那你們國民黨呢 我們國民黨 沒有 以我來講的話 就是大家都黨員 但每個人職位角色不同 台北市議員監督市政 覺得過去市政有弊端 他用力監督 然後大聲疾呼 不是應該要好好大力的支持中小平嗎 剛剛中小平還走錯棚 走到這邊來 真的嗎 那不要讓他講一句話 我幫他講話 因為他今天也有罵黃國昌 中小平說他多少在做善事 黃國昌都 到底有沒有做善事 然後黃國昌 你有沒有 你是不是都要為自己的權位 中小平講說 他其實都是為了柯文哲著想 就是叫柯文哲 中小平今天以前沒有罵過黃國昌 他還講說 叫國民黨跟黃國昌合作就好 不要去李黃珊珊等人 那我是覺得黃國昌罵中小平 就是受到整個民眾黨的氛圍的影響 那因為之前他們說 還找了那個什麼大研博士 就是選桃園市議員那個曾炎傑 有沒有 然後翻出曾炎傑 你沒有覺得你們是真心換絕情嗎 你們招委該讓的也讓 那可是像黃國昌現在在湊你們 然後 他沒有湊我們 其實以我來講 他就是在罵中小平 那我覺得 可是他有僭越了 他管到你們國民黨內部 我覺得這不算管 因為有時候我也會呼籲一下 賴清的主席管管你們民黨立委 我們也會這樣 只是說賴清的主席不會理我 那我請教偉航老師 你覺得黃國昌的這個說法 我們想說 他是衝衝的 然後罵人都罵很大聲 然後常常這個咆哮的時候 口水都噴出去 可是 他怎麼突然這麼有理有結 這有理有結 是緊針對國民黨重要人士 重要人士 我不是說這個中小平不是國民黨 他也是國民黨 但是不重要人士 沒那麼重要 比較邊垂人士 要回黨還要逃台東黨部 才能回國民黨 好 那不管怎麼說 黃國昌現在就是在跟誰貼 網路上叫貼貼 跟誰貼貼 就是跟國民黨跟富寬其貼貼 跟韓國瑜耍貼貼 所以韓國瑜辦了國慶 要不要去 要去 當然去了 韓國瑜弄的 當然要給他貼一下 我們搞錯主被動關係的主持是誰 主持是韓國瑜 當院長開始的國慶大典 弄得這麼多國旗 我們去給他貼貼一下 不把巴西帶到 人家要去看 你這一個搬哪裡去了 陰到八元 十到八元 報告完畢 已經帶浪了立正正 看齊十次 好 不管怎麼說 黃國昌給國民黨的面子 這件事情帶無疑義 但是到底2016 把國民黨拉下來是誰 2016 他不是講2014 他不是講太陽花 對 你突然講到2016 2016你不是 在民進黨里浪之下 去選戲子嗎 這跟國民黨把它拉下來有什麼關係 怎麼邏輯都講不上 講得好像是你黃國昌 當年在戲子選的時候 大帝一聲蕊 這是新黨的招牌 突然平地起脫逃黃國昌 那戲子參選震撼了全台灣的國民黨 導致國民黨全面骨牌效應 這個也說不通 因為那時候大家都沒看到這樣的現象 好 所以黃國昌他當然是在這個 我們來注意一下這個活動 他是在比特王 他是在比特王的場子 跟誰呢 跟建東 建東是誰 他是在去年選舉的時候 他原來是網紅 自己也有公私 但他就是非常貼民眾黨 所以這原來上就是一個 對小草喊話的場子 對小草喊話的場子 那這些小草知道黃國昌 過去是做什麼的嗎 我強烈懷疑 所以他就用講一個說 國民黨是我打敗的 那根本不是民進黨 民進黨38年已經忘了初衷了 民眾黨五年也忘了初衷 你黃國昌出來十年 你就記得初衷嗎 我不是講說那個 12歲讀到15歲的那個初衷 不是 是你原來進入政治的 一開始的想法 你的堅持 你的台獨主張 現在大家有些人說 我不要去國慶 因為中華民國藥素太多了 人家不想去 好 這個都是個人選擇 你黃國昌率先去貼貼 你講得過去嗎 好 那當然黃國昌 早就已經信用破產 不過他之所以參加這個活動 第一個 他是要重建小草的信仰 為什麼 大家都知道 現在民眾黨已經邪教化 邪教的幾個特徵 第一 大家盡量多捐一點錢 所有的多餘的錢 都拿出來奉獻師傅 第二 沒事就要多參加我們的活動 我們會在全台灣各地辦活動 請大家一定要來 週末我們都有聚會 來聽我們國昌上司講到 上司講到一定要聽 現場領小禮物 來提升你的靈性 第三 回家 爸爸媽媽看的電視不好 不要看 把它剪掉 那個同軸電腦還滿粗的 其實剪下去不太容易 剪掉還是要付錢 對 這個有更理智的方法 就是把那個頭轉掉 但是原則上來說 你的所有行為 你就是把圈圈越做越小 希望什麼 救客問者嗎 不是 黃國昌的很多看法 都說那個主席 他裡面其中那個片頭 一開始講 問擔心主席 擔心什麼事情 他如果被交保 他不要交保 他寧願在裡面 等一下 主席真的跟你有講這種話嗎 真的有傳這個聖旨嗎 現在民眾黨 大家紛紛在傳主席的聖旨 蔡碧如也說 主席跟他講 我問主席 會不會有進化城 你有沒有跟他說 怎麼可能 你瞧不起我 好 蔡碧如傳了一個版本 黃國昌也傳了一個版本 主席交保他不會出來 我很擔心 主席跟我說 這個他怎麼樣 這個他怎麼樣 等一下 你們這個是像基督徒 在寫福音書 四本內容都還不一樣 有一點出路嗎 重點就是在於說 柯文哲現在有口難言 大家只能看他 每天在那邊粗粗陸陸 笑一笑 當然是越來越健康 大家今天都在講 他頭髮越來越黑了 不錯 睡得好 不再有煩惱 可能也看開了 覺得大概是沒救了 心一放鬆 人都健康 我們祝福他 但黃國昌 他現在都巴不得 柯文哲不要出來 這一些小草就可以盤到底 快點 小雅 謝謝 小雅 醫生 媒體 小雅 我們